楚风心中略有激动 风扇之地 这不是一般的地方 历朝历代都会去 究竟会出现怎样的艺术 山莫大于之 石莫谷于之 据说 那里除了山体发光外 部分区域如山顶等地 还笼罩着浓重的迷雾 极其神秘 楚志远说道 可以料想 这个地方绝对非凡 或许圣术不止一株 无论是哪个有实力的组织 都肯定要动心 会在那里血拼 无不想要奋一杯羹 国家自然要出手 绝不容那里有失 也就是说 所有人包括异类都杀红了眼 小枫要是去的的话 那不是太危险了 王静害怕 不想让楚风去 这也是我在担忧的 楚志远点头 风扇之地 登山的石阶都被血染红了 有人类的 也有异类的 都强大的离谱 每天都在厮杀 国家动用了最新的强大武器 可还是没有占据绝对优势 因为来的异类太多 都恐怖无边 有些异类早已开启神爵 能够提前避开危险 此外 哪怕有强大的热武在手 也投鼠忌器 怕毁掉山顶的神秘古树等 据说 太行山的白蛇都曾献宗 而松山的那只老猿 也悄悄到场过 这是楚志远的那位老同学告知的 算是很隐秘的消息了 外界还不知 楚风深感震惊 异类中的绝顶强者相继亲临 那地方太恐怖了 都不用多想 就知道杀成什么样子了 这件事的确得小心 不能大意 我想去看一看 楚风开口 虽然那里很危险 但是他想近距离一看 能打就打 不能打就退 风扇之地 肯定有大场面 他想见识一下 到底都有哪些 非凡生物出现在那里大战 不行 太危险了 王静听他这么说 眼圈顿时就红了 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妈 你放心 我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 楚风安慰 那也不行 绝不能去 王静很坚决 其实 就是我想去 人家也不见得 会让我立刻出动啊 再怎么说 加入相关的艺人组织中 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楚风笑道 尽量轻松 嗯 是这样 楚志远点头 哪怕想加入 相关部门也得考量一番 先了解清楚才能决定 一家人商量多时 最后楚志远负责去 接触这方面的事 帮楚风去安排 好 那我就静等消息吧 楚风乐得清闲 楚志远很快就忙碌起来 跟人联系 了解各种情况 还得约时间相见等 妈 爸 你们不要去上班了 楚风叮嘱 现在外面有些乱 他实在不放心 尤其是昨天发生那样的事 徐婉仪多半惊醒了 万一发疯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总待在家里也会无聊 王静说道 但这没有办法 需要局面稳定下来 才能出去 那就网购吧 您不是最喜欢吗 楚风打去 王静撇嘴 各地道路都中断了 网购也只能买顺天本地的东西 可选的东西实在不多 清闲下来后 楚风开始浏览各种新闻报道 属地大乱 寿潮奔腾 造成很大的伤亡 军队早已出动 正在轰杀各种异变的飞禽走兽 这是昨天就发生的事 而到现在为止 伤亡又扩大了 因为 异类实在太多 并且都有很可怕的杀伤力 任何一头闯进村庄 都是一场灾难 据闻 很多地方都被轰成焦土 不过 一旦异类逃进森林 就很难杀了 洪荒大山太多 可以有效躲避 庆幸的是 总算将寿潮击溃 同样 昨天出事的云贵高原 也非常血腥 苍狼王所过之处 景象很惨 不忍目睹 不少村镇被毁 让人头痛的是 那头苍狼速度太快 而且它拥有神觉 能躲避危机 仅它一头而已 比兽潮都可怕 网络上早已一片喧嚣 人们愤怒 破解希望能宰掉那头苍狼 保守估计 这头苍狼最少已经导致数万人死去 它路过的村庄很少有人能活下来 实在是残暴 这件事震动国内外 西方世界的人都在惊呼 这可能会是一场大祸 他们想到了类似的黑龙王 必须要灭掉这头苍狼 军部有人震怒 这件事影响太坏了 一头狼而已 居然横行云贵高原 不久后 苍狼王消失 这让人们又恨又怒 他一旦躲起来 就很难找到了 不过 这也让不少人长出一口气 他实在过于恐怖 凭着直觉 能有效避开各种热武大杀器 很难杀死 楚风轻叹 这头苍狼的生命层次 进化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境地 想要消灭的话 得付出很大代价 天地一变后 真正的大危机开始出现 异类的崛起太迅猛 让人不安 有种恐惧感 现在 很多人都在自问 未来还会是人类的时代吗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异类的进化速度太快了 像是在弯道超车般 即将全方面追赶上人类 这个时候 一些人想到太行山那条白蛇出事时 说过的一句话 顿时觉得惊悚 人类在某个时期走了捷径 但现在不同了 这是白蛇出事时说的话 当时还不觉得什么 而现在呢 总觉得有股寒气在心底 渐渐弥漫而起 黄昏时 云贵高原上 那头苍狼又出现了 而这一次 他直接口吐人言 招告天下 云贵高原 将成为我的领地 他开口后 第一句就宣誓领地 那片地带将被他所统御 并且 苍狼还发出威胁 让这片高原上的所有人类 都迁徙走 否则杀无赦 网络上顿时开锅了 这头苍狼太嚣张 要驱赶人类 强行霸占那么广袤的一块土地 实在可恶 我将再次见 苍狼王公 他的声音如同雷鸣般 在长空下激荡 在很远的地方 都能清晰地听到 宣布从此以后 那里将是狼族领地 这头畜生 凶残而又霸道 将对狼的习性 有研究的动学家都请来 还有最新武器准备到位了吗 我就不信灭不了他 军中有人发狠 实在被这头苍狼气坏了 哪怕这头狼很强 但也太嚣张了 居然要驱赶人类 谁都咽不下这口气 网络上自然是一片诅咒上 人们恨不得扒了他的皮 晚间 楚风一家人吃饭时 也在谈论这件事 这头苍狼太凶残了 可恨啊 王静气不过 我觉得不计代价 也得杀掉他 必须得立威 不然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楚志远说道 楚风点头 的确这样 现在如果不能有效震慑的话 后面肯定会有更大的麻烦 只是那个极数的生物太难杀了 第二天 楚志远再次跟人联系后 告诉楚风 两天后就可以和相关的人一见 需要他展露实力 没问题 楚风有绝对的自信 没什么可犯处的 不久后 一则消息震惊天下 不要说国内 就是世界各地都被震动 当楚风看到这则最新报道时 顿时头皮发骂 发生大事了 天啊 此时 就是王静和楚志远 都忍不住惊叫 清晨 云贵高原苍狼王屠城 死伤超过七十万 这么一行醒目地红字 震惊各地 所有人都觉得毛骨悚然 那头苍狼王太凶狂了 网络上沸腾 跟爆炸了似的 这头苍狼实在暴虐之极 虽然让人胆寒 但他也激怒了所有人 无数人的诅咒 恨不得包了他的皮 这像是一股飓风 席卷各地 让国外都跟着震动 这是最可怕的一次 一手灾祸 比那头黑龙王杀的人还多 我已经说过 这是苍狼王宫所在地 是我的领地 苍狼开口 很快又消失了 显然他也在防备着 要被热武进行宝盒般轰杀 所有人都愤慨 尤其是看到那血淋淋的城市 全都愤怒 这一头苍狼拥有近乎神通般的本领 他将整座城市都毁掉了 高楼倒塌 建筑崩毁 化作一片废墟 染着血 极其可怕 高层出面安抚 沉痛哀悼 表示一定会给死难者一个交代 沙 军中许多人的眼睛红了 群情激愤 所有人都怒了 可怕的是 随后 蜀地兽潮再次泛滥 又开始爆发 同一时间 顺天附近 那些大山中 成千上万头异兽 与凶勤出现 再次开始逼近 这绝非孤立事件 三地兽王连媚而动 请所有人放心 我们必然会为死去的人们报仇 一个少壮派将领发誓 就在这一日的傍晚 一朵蘑菇云在云贵高原某一地腾空而起 震惊世界各地 在血色夕阳中格外醒目